各位朋友們晚安 夏侯儀,夜迷龍謝瑜跟你以後的全新神兵解鎖 那就不掉大家胃口了,我們來看看新版本神兵技能的最新消息吧 首先是我們的夏侯儀,夏侯儀大概都知道了嘛 他在追高的時候氣血50%以上的時候,可以受到致命傷免除死亡 等於說他就是會有一個不屈的效果,他就是會復活一次 這個夏侯儀非常強,簡稱春歌 陸服叫他春歌,但是我也不知道春歌是什麼意思 同時他復活的時候還可以獲得原本天賦就有的幽皇血液 然後他的範圍最高可以提升到30% 很強啊,策劃都自己講了啦 他自己講,夏侯儀的神兵直接解決他生存的問題 那每場最多一次的免死條件可以讓他保證天賦觸發率 保證天賦觸發率 讓他天賦觸發後可以更容易打扯 那天賦觸發後會有額外的範圍傷害 就讓他成為可以做一個要他大招扭轉戰局 不錯不錯 這個策劃不錯 真的反正恰何儀真的是小小翻身 春歌一直是馬奇英雄傳的技能 春歌就是持威爾剛射後步道 好,那我們來看看夜明龍給什麼神秘技能 沒累計主動移動 14、13、12、11、10格最高時格獲得零星狀態 持續一回合零星物攻提高15% 下回合主動攻擊後移除 夜明龍是一個靈活的刺客型英靈 擁有神兵技能的小狐狸 可以利用自己的機動性優勢獲得更高的傷害 每累計移動再移動或穿刺一定的距離後 就可以使下一次攻命更為致命 如果操作得當 擁有神兵技能的夜明龍 會成為敵方所有脆皮職業最害怕的存在 但是我個人認為 第一個 第一個 十格 十格小狐狸最多走五格 如果用靠穿刺去累積的話 靠穿刺去累積好像也可以 靠穿刺去累積好像也可以 五格在圖四格 可是這樣還是差一格 你以為劉索是對方站在那裡等你打嗎 小狐狸在移動要擊殺不太靠谷 這樣子有一點點的好像好用又好像不好用 怎麼說啊 這一個這個小狐狸的這個神兵 沒有太弱 但是也沒到太小 應該說這個 這一個技能沒有非常的靈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限制了 好吧 我們來看大軍的黑龍 黑龍的魔龍爪 釋放主動決決後獲得龍威狀態 龍威是下次遭受攻擊對戰前提高啪啪啪啪啪物攻 且啪啪啪啪啪概率 對目標施加兩個隨機有害狀態 不可驅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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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所謂的不可驅散 是指這個有害狀態是不可驅散 還是龍威不可驅散 應該理論來講是講龍威不可驅散 這個有害狀態是可以驅散的 那理論來講他是說 這好茫眼 請問台服下次會是什麼時 龍威不可驅散 我不知道耶 下個詞是什麼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嚴格來講 這一個有做到一個非常好的強化狀態 非常有很好的強化狀態 這個有讓黑龍上升一個檔次 他有讓黑龍上升一個檔次 黑龍變得更強 而且他沒有去限制說是遠程攻擊 或者是近戰攻擊 所以今天他只要有人打黑龍 他其實他現在就變成說黑龍定位成 你只要打黑龍你就一定會吃到有害狀態 黑龍的技能你們了解嗎 他們把黑龍定位成就是他只要攻擊黑龍 就會所謂的隨經狀態 像他的兩招護衛都是有龍焰 然後這個是什麼,龍威 龍焰跟龍威總共可以給三個狀態 可以給三個狀態 所以理論來講 黑龍會變成定位說就是會給負面狀態的坦 負面狀態的坦 其實還不錯啦 沒有到不好,但是我覺得是不錯 不錯,有做到一個提升 可以啦 很可以很可以 再次領一縫 領一縫又被加強啦 行動結束時若攜帶拉弓狀態就會獲得遠射狀態 那遠射就是射程加1爆擊率加啪啪啪啪追高到20% 然後觸發追擊後的啪啪啪50% 又可以觸發絕學冷卻-2 哇,這一個專屬有兩個效果欸 第一個是加1攻欸 爆擊率就不要看了 加1攻欸 後面又有那個所謂的時鐘欸 看到我老婆加強消氣了一點 這個應該不是吉卡了吧 啊,哎唷喂啊 那作為... 作為吉卡有一點小可惜 作為吉卡有點小可惜 作為吉卡有點小可惜 剛剛超生氣 對啊,這個手感會非常大提升 現在林一鳳應該屬於必戀的角色了 必戀,必戀,投資永遠不虧林一鳳 投資永遠不虧林一鳳 這隻角色... 嗯,很強 很強,這個很強 好啦,我們開完啦,你們可以自己討論一下